富貴險中求 現在我被很多的攻堅手追著 喔唷 不行啦 不行啦 險個毛啦 險個毛啦 喔唷 哎呀 跑 跑 不是有個逆屍嗎 喔唷 還拿著什麼 拿月餅要請我吃是嗎 你以為這個還是你家嗎 這個已經是給我收購了 你知道嗎 別進我家 我告訴你 等一下揍你啊 真的 知道沒有 揍你啊 喂 這是我的馬 是吧 應該是我的馬吧 你好啊 媽 媽啊 媽啊 你還記得我嗎 媽啊 媽啊 飽茶啦 Hello 兄弟們 來個散步裡 F*** you big 等一下 等一下還沒hello玩呢 你幹嘛呢 哎呀 我都還沒有說完話 你過來做猫靈了呢 搞錯了 再來 Hello 兄弟們 歡迎你們再度回來 Minecraft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子說Minecraft呢 我不知道 可能比較有感覺吧 哈哈哈 Minecraft 哇 兄弟們今天一開始怎麼就這麼多怪了 我真的還沒有開始了 喂 你們要不要慢一點 五 六隻殭屍一起來哦 沒事沒事 我們順便吸一點經驗吧 上次死了那麼多次 是吧 有完沒完啦 有完沒完啦 喂喂喂 哭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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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怎麼突然多了一隻哭哩 哭哩 哭哩 先修一下路吧 先修一下路吧 我不能讓我這個美麗的村莊給破壞掉 你知道嗎 填第一層就可以了 我覺得不用填下面那一層 我們現在算不算豆腐炸工程啊 嘿嘿嘿 嘿嘿 不害 啊 你們這就不懂了 萬一等一下又有一隻 哭哩把我們炸掉怎麼辦 是不是啊 到時候又補不是很難補嗎 啊 還是進屋子裡面可能比較安全一點啊 你要吵什麼呀 是我 你爹 要不要進我的妙妙屋 喂 等一下 全部屋子裡面有個藉口 哇 那個小布小碎布還挺快的 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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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兄弟們你們還記得我們上一集做了什麼嗎 就是我們上一集下了那個西北西北大的地洞 然後發現了下面有超級多好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的那個裝備還是挺弱的 所以在那邊也死了很多次 不過最後我們也成功找回我們那個屍體 成功的製造了這一整套的裝備 這集我覺得我們要做點生活化的東西了 在今天開始之前 我也想謝謝各位大大熱心的留言 然後我上一次看到有一個留言超級細心的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來這位兄弟的留言他就說 我們一開始先不要這麼著急去這個地下冒險 他這邊的建議是我們可以直接跳過這個皮套裝備 然後直接做一套鐵的 現在已經弄出來了非常棒 而且還有一個正式鞋子 然後開局這邊他就說先不要吃肉 可以先吃一點齋 也同時告訴了我三個小麥就可以做一個麵包 然後下面也告訴了我們動物可以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打算說這一集我們順便可以 還有一些動物然後還要製造多一點食物 為我們之後的冒險做一個準備 ok 啊對了我這一集還想建一個家出來 好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出發吧 先去砍一些木材回來吧 我感覺我們附近這生態區還是挺不錯的 但是就是差一樣東西 木材非常少啊各位有沒有覺得 你看一下全部都是草地耶 什麼毛都沒有啊 然後今天我們如果順便經過有看到煤炭呢 趕緊挖多一點 如果煤炭的話可以換那個綠寶石 換到綠寶石呢可以換一個附魔的劍回來啊 這個是很不錯的啊 哇你們看一下這個下雨天 哇超漂亮的有沒有 那地板還有一個小水池一樣的東西喔 哇好漂亮喔 超真實的 我們就在前面這個區域開挖吧兄弟們 不要走太遠啊 我怕很像迷路你知道嗎 先弄一個鐵斧出來 好可以開工了 嗯這裡怎麼會遇到傷人啊 看一下你有什麼東西啊 你哈哈哈哈什麼啊 有什麼東西 哇奸商啊這個 這個奸商要砍掉了 這個有人在附近嗎 沒有啦 砍掉砍掉砍掉 奸商啊 狗屁 然後後面兩個想死 你們兩個都想死是吧 啊 敢吐我口水 敢吐 我最討厭人家吐我口水 啊 吐我口水是吧 誰在一包啊敢吐我口水 好繼續砍木繼續砍木 哇這邊有好多個藍瓜耶 把它收起來吧 藍瓜挺有用的 我們之後可以做很多個鐵具人出來啊 你們看一下 這裡有個天然的洞穴喔 哇裡面夠大喔 這個我們應該順便下去挖一點東西啊 走了走了走了 這應該有很多煤炭的可以挖吧 我感覺 好先看一下啊下面有沒有怪 下面應該是通往我上次去的那個洞穴的 我們這次就不要嚇太深啦 我們的目標就是挖多一點鐵跟煤炭 喔唷 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 呵呵 你們下次千萬不要像我這樣挖知道嗎 千萬不要 好來 過來 哇挺多吃的挺多吃的 這個不是開玩笑 如果有骷髏弓箭手的話 我們要離開它 因為的話他們的遠程工具太麻煩了 真的 盡量避開它 來給我多一點煤礦吧 求你了 看起來這個地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很吸引 但是說實話啊 我們真的不要那麼著急啊 我們越著急 就越得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知道嗎 就基礎的都挖一挖我們就走了 好奇怪喔 為什麼沒有看到煤炭呢 我就想要多一點煤炭這麼難嗎 煤炭原來是這麼珍貴的東西啊 當你想要的時候它永遠都不會出來的 那只要挖鐵了 喔有煤炭有煤炭 富貴險中求富貴險中求 現在我被很多的空間手追著 喔唷不行了不行了 險個毛了 喔唷 等一下跑跑跑 兄弟們跑跑跑 不挖了不挖了不挖了兄弟們 OK好就這樣吧 太危險了 我想看一下這兩個東西到底是什麼鬼來的 出銅 喔原來這個是銅礦石 我之前玩的版本一直都沒有銅礦石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收集一點石頭就回家了 不能挖不能挖太危險了 OK差不多了 這樣子應該可以疊上去 來我們直接疊上去 直接疊上去就可以跑路了 拜拜 我們現在去對面這個小山洞看一下吧 說不定這個山洞裡面有煤炭呢 是吧 煤炭我沒記錯的話 在這種高處應該是也有 喔對吧 有了有了有了 太好了太好了 這次出來忘記帶一張床了 我們下次出來冒險的話 可能要帶一張床 喔你們看一下 現在應該是晚上了 我們今晚的話 可能要在這裡度過了 OKOK早上了早上了 喔哇 早上看著真的是特別的舒服啊 是時候回家了兄弟們 出發 收一點肉 睡眠收一點肉 沒肉吃的沒肉吃的 等一下回家要餓死了 沒事啊 這些動物也不是在我家附近的 所以我沒打算把它牽回去啊 可以殺可以殺 呃 血量有點低了 看一下身上有什麼吃的沒有 喔喔 全部都是生的 那不吃了 回家 趕緊 熔爐給我出來 我要餓死了 這裡有熔爐 這裡有熔爐 我知道的 喂哈嘍你好 我又回來了 來來來來來 趕緊趕緊趕緊 把豬肉放進去 哇這個豬肉一定很香啊 這個 然後我們順便 把收短木材分解一下 OK 這裡有很多主啊 搞定 再加一點木材進去燒吧 不然人家不夠啊 這很快先拿出來吃啊 OK很好 欸你好啊朋友 這是那個工匠嗎 對就是他 我們需要15個綠寶石啊 OK 15個綠寶石跟他換一點吧 現在還差12個綠寶石 我們就可以換到這把附魔的鐵劍 這把一定很強 我感覺到 OK 豬排搞定 現在牛肉也放進去 等一下再回來拿吧 等一下再回來拿吧 上次我們不竟已經選了要這個家嗎 所以我這次打算把它擴展一下 讓這個家看起來更大 因為這個家你知道嗎 靠近海邊 超爽的吧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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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潰啦 我真的分潰啦 OK 我們先弄一個木圍欄出來 說實話 我有點忘記了木圍欄怎麼弄呢 應該是這樣吧 是吧 不對嗎 難不成是 吊鑽 這樣嗎 也不對 那木圍欄怎麼弄呢 欸這裡可以弄一個盾牌耶 先弄一個盾牌吧 然後順便看一下圍欄怎麼弄 喔 圍欄原來只需要這麼少的材料 OK OK 喔 這邊還有個天然的小水池啊 呃 我想一想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游泳池出來 好了 然後圍欄趕緊圍起來啊 不然等一下呢 殭屍又來了 我們在這邊 Yiilid 我們在旁邊 EN 我們在旁邊 放動 我們在旁邊 好嘞 兄弟们 我们的临时住所搞定 你喝啥想啊 喝 我说这个是我家就是我家里喝什么 你以为这个还是你家吗 这个已经给我收购了 你知道吗 别进我家 我告诉你啊 等下揍你啊 真的 知道没有 揍你啊 喂 拿 拿 拿 你进来 要么给我绿宝石 要么就是 诶 等一下 这个绿宝石还可以哦 18个羊毛 把他困在这里 把他困在这里 就可以啊 这个 这个 他来都来了 我们就换多点绿宝石吧 兄弟们 把那个剑给换下来 OK 我记得前面那个位置还挺多羊的嘛 其实我想问这个剪刀可以直接剪羊毛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不就不用杀他了是吧 哦 可以的哦 原来 哈哈哈 这样子好多了 诶 哥们 哥们 你干嘛穿着一条内裤就出门了 哥们 诶 鸡可以剪吗 鸡可以剪吗 看来是不行啊 他可能怕我把他的鸡鸡剪掉了 怎么办 我们去找羊毛剪哦 哇 这个很不错哦 哎哟 没有想到弄了一个剪刀可以剪羊毛啊 诶 前面这边有个小洞穴 我们进去看一下 说不定会有煤炭了是吧 哦 有了有了有了有煤炭了 开挖 前面这些在水下发光的这是什么曠石来的了 我们挖一下看啊 这什么脸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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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 什么回事啊 还外扣雪的吗 哇 还真外扣雪的哦 这什么狗匹东西啊這個 哦 岩浅块 收一点了 收一点了 岩浅块 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水池装饰一下 这吃了 诶 这个篮獪又是什么东西ie 这就是青金石吗这就是 哇好難挖啊這個 再看一下 是嗎 啊 青金石啊 青金石有什麼用啊各位 我好像以前玩minecraft到現在 一直以來都沒用過青金石這個東西 我不懂有什麼用啊 挖一點點就好這個 這是有個逆絲嗎 哦喲 拿著什麼 拿月餅要請我吃是嗎 啊 你要請我吃月餅是嗎 謝謝你啊 你 你有心啊 請我吃月餅是吧 看一下 不懂是什麼來的 呃 拿了一個哦 他要請我吃這個什麼 鸚鵡螺殼啊 要請我吃殼啊 壓西了咧 我不吃殼的 我要跟他根本換多一個綠寶石 起床起床起床 給我綠寶石啊 不要啊 幹嘛 哦 晚上不換是嗎 那我先睡了 那你起床你起床 起床啦 是時候交易啦 這個跟剛剛那個是一樣人嗎 其實 他該不會已經辭職了吧 兄弟們 有沒有搞錯我收集了20個羊毛 你告訴我不賣了 米湯 看一下誰還可以跟我交換一點東西 哦 煤炭腦 煤炭腦在這邊啦 換多兩個綠寶石 OK 我們現在有5個了 還差10個 就可以換成這個鐵劍啦 接下來兄弟們 就到了我們的農場計劃 先把這裡給清了 OK 這樣子大範圍應該差不多啦 我們還有點圍籃啊 先把他圍一個小地方出來 這是我的馬 是吧 應該是我的馬吧 你好啊 莫 莫 你還記得我嗎 莫 好啊 煤炭腦啦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開一個門出來啊 等一下做一個藍山 給他圍住 OK 然後剛剛收集到的岩漿塊呢 我們就可以在下面放一放 但是我們要放在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啊 放在這裡應該就OK了 是吧 這樣子我們也不會燙到腳 啊 完美啊 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會有一個發光的效果 OK 再放個藍瓜 啊 剛剛好啊 岩漿水池 兄弟們 那殭屍走過來 他也會被砍到 是吧 這非常好的設計啊 不要下班好嗎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小麥種子 我們可以留著 等一下我們挖一個地方 來專門種小麥的啊 OK 最後我們加個閘門 啊 這樣子像樣多了 還有我們要留一個地方來引動物進來哦 這裡吧 OK 搞定 加門口這裡也加一個閘門吧 OK 完美 大功告成 啊 先睡個覺 然後我們就引動物進來啦 兄弟們 我突然想到一樣東西耶 我們如果要水源的話 我們是不是直接可以從這邊挖過來 不就有水了 是吧 來 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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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挖過來 它會通過來嗎 那個水應該夠 OK 然後弄個小水池 是吧 這邊的話我們泥土放過來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種小麥了 應該沒錯了吧 來 試一下 OK 好聰明哦 我感覺我自己 應該不會被那些豬踩爆吧 現在把小麥種出來 然後我們要去想辦法拿到一個胡蘿蔔 羊牛跟馬是小麥 然後豬的話是蘿蔔 豬的話可以保障我們後期啊 一直有這個糧食啊 所以很重要 這小麥堆我也給它挖掉 誒 我才發現這個家很特別哦 各位 我怎麼一開始沒有留意到這個家 這個是什麼來的 村長的家嗎 好豪華的感覺哦 這裡 是你嗎 村長 哦 圖書館 哎呀 圖書館早說嘛 哇 這個家建的還挺漂亮的哦 哇 這個圖書館可以啊 把它留著 把它留著 以後要看書的時候可以過來 誒 你好啊 朋友 誒 這些是你種的是嘛 誒 沒事啊 我幫你收割一下 一下就生回出來了 沒事的啊 哇 這裡有蘿蔔 有蘿蔔 誒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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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話我們再挖多一個 不然一條的話有點不夠 藍瓜的話我覺得我們可以暫時先放在這裡啊 弄一個藍瓜堆 順便弄個鐵桶吧 那邊不夠水了 鐵桶是這樣弄嗎 誒 這個是過來的 鐵桶 哦 三個就夠了 我還以為要很多個呢 OK 來 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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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水源就充足了啊 胡蘿蔔的話我們重一點啊 然後 馬鈴薯重一點 OK 這樣子有模有樣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弄兩個儲物箱 給他放在這個位置吧 OK 工作台放多一個在這邊 搞定 好 睡覺 哦 這裡有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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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把它引回來吧 來來來來 小豬 小豬 跟我走 小豬 誒 這邊這邊這邊 呃 想吃蘿蔔是嗎 誒 不給你吃 跟我來我就給你吃啊 誒 這邊的小豬看過來 這邊的小豬 呃 來 一隻豬 一個蘿蔔啊 不要客氣啊 過來過來過來 啊 就是這樣子啦 來 跟著我走 跟著我走 我想一想 要不我們這裡再圍個零食的圍牆吧 OK 搞定 可以 引珠計畫 成功 兄弟們 來來來來 給你們吃 給你們吃 給我生多一點豬仔出來啊 我看一下啊 這甘草堆 哦 可以把它全部換成小麥的原來 然後留一點來弄麵包吧 之後是吧 這樣三個有個麵包是吧 OK 之後我們有很多麵包的時候 還可以跟村民換綠寶石啊 來 現在是時候出發去 引牛了 牛跟羊都可以引一點哦 哈囉 小羊 來過來啊 小羊 來來來來 墨 墨 來了啊 啊 墨 哦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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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對 沒錯啊 過來就有東西吃啊 你看我這個動物語言能力還是可以的啊 啊 全部進來 全部進來 全部進來裡面 羊呢 羊呢 羊進來了沒有 你們兩個不要堵在門口啊 你們兩個 慢慢來啊 不要著急啊 一個一個來 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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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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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封鎖現場 你們以後就是我的人啊 哇 我們這一次 豬也有了 羊也有了 牛也有了 嗚呼 哎 馬呢 是這隻嗎 好像是他哦 你怎麼可以自己離家出走的嗎 呵呵呵呵 虽然你還是在我附近 我們不要把他帶回去啊 他迷路了可能 把他拴在哪裡啊 拴在這邊吧 拴在這邊吧 你就在這邊看家吧啊 兄弟們 這一次的目標 全部達成啊 非常完美是不是 我們這一集算是做了 非常多東西了 你看 把家裡面擴展了 然後啊 現在又有農場 又有很多小動物 完美了 真的 下一集我們把農場的圍牆 再重修一下 這樣子應該就完全沒問題了啊 好了 兄弟們 我們這一集的我的世界 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也喜歡這一集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吧 See ya